艾菲尔老师来进行一个 塔罗的占卜 我们大家一起在一下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开心没烦恼吗 那么现场有五张不同的塔罗牌 那每张牌都盖着 只能够请大家评第一直觉做选择 分别是一号牌 二号牌 三号牌 四号牌 五号牌 抉择选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不可以开心没有烦恼 直觉 玩玩 好 目前呢每一个人都选好了 观众朋友也选好了 我们现在来为大家看答案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一号牌 一号牌呢现场没有人选 可能是观众朋友选的 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选到一号牌 未来一个月可不可以开心没有烦恼 选到一张死神牌 什么意思 代表是说职场压力等待客服 所以好运指数只有60分 代表是说未来一个月呢 感觉上工作当中还是有比较多的压力 跟负担 那么可能对于业绩的这个突破 还是正在处在一个这个筹谋方法的一个阶段 但是不用太担心 一个月以后应该会获得好运气 再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选到的是二号牌的话 二号牌有我们的汤老师 以及篤灵哥 以及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选到二号牌 开心约会 好 许可选有80分 恭喜 八 好 恭喜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这两位来宾 选到80分代表说未来一个月桃花一定是非常恩爱 非常美丽的 祝福你 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选到的是五号牌 现场是我们的陈老师 以及观众朋友 五号牌看看未来一个月 可不可以开心没有烦恼 选到桃花牌当中的渔人牌 渔人牌什么意思 代表是说健康愉快 度假旅行 好运气数有70分 非常得不错 未来一个月安排旅行 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而且此刻的你身体心灵 都各种和谐美满 恭喜 再来我们看一下三号牌 跟四号牌的对决 来看一下三号牌 三号牌是我们的文婉 以及我们的静存姐 以及观众朋友 看看三号牌 获得什么样的好运气 恭喜你 国王牌 什么景点 国王牌来了 工作顺利 老板肯定好景点 谢谢 所以这张牌呢 在表说职场当中 贵人都非常支持你 而且呢 你的业绩都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人见人喜欢 再来看一下四号牌 四号牌是我们的丽丽姐 跟观众朋友 四号牌 恭喜咯 选到淘楼牌当中的世界牌 是什么意思啊 代表投资稳健 而且呢 获得金钱好运指数 恭喜是100分 财务会别旺盛 恭喜你